哎你们相信吗 我丈母娘打算在巴黎开饭店了 还好 自从上次从Cloy表述的肉店 拎回来一兜子羊杂 我丈母娘乐呵呵的跟我说 可法国憋了快两年了 可算给她搞回来点新鲜玩意 要不然身边的朋友 还真以为她就只会做倒笑面 让我今天赶紧摇人 还有再展示一个 来自山西老家的拿手美食 红汤羊杂粉 刚买回来的羊杂洗净切碎 拿姜蒜料酒煮成半熟去腥 然后拿我丈母娘 拒绝透露配方的 蜜制红汤底料 小伙孤独半个小时 想自己尝试的小伙伴 这里其实可以拿火锅底料代替 本来我行思我搁一边 拍完这期视频 这手一偷的也差不多了 直到我发现 我丈母娘嫌弃法国这边 卖的红薯粉不正宗 竟然开始动手 拿土豆淀粉自己打粉条 打眼了告诉你 大伙看的都说 每次来你这儿 想吃啥都能点 你家又不跟法国开个饭店 真白瞎了 吃啥 说话 我没有啥不会做的 知道了 妈 要不咱盘个饭店 行了 你有钱 关键并不在这儿 朋友们 主要是访过这地方 这也没得卖 那也买不着 真要弄个饭店 总不能就光卖刀嚼面吧 那么问题来了 朋友们 你们想想还有啥好吃的 是我这边既能买得到 你们又想看的 评论区点赞最高的 做给你们看 等咱够十个菜 我就真去给我丈母娘盘个饭店 准备开业